大家好 我是阿猪 今天我想分享的是哪间证券行最好 我会分析和比较三间大的外资证券行 然后解释哪间最好 这三间包括Charles Swap, First Trade和IB 这条影片是没有赞助的 我也没有Affiliate Link在下面 用来给你订阅户口 所以希望给大家一个最终肯的意见 如果你想帮阿猪的话 记住点赞 订阅 和分享这条影片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在用银行户口用来买股票的话 你就一定要看这条影片 因为你在银行买美股 是比我今天介绍的证券行几十倍 不要少看这个佣金 它等于吃了你的回报的四分之一 例如在汇丰Trade美股 一个交易的佣金是18美元 140港币 如果你买5万元价值的股票 那就等于28滴 即是0.28% 美股就轻计多少钱per share的佣金 如果买5万元的苹果 你买到50股 要付18美元就等于要付36千一个share 对比今天介绍的证券行 就算最贵的那间都要收紧半仙一股 汇丰贵了70倍 但它还没算最贵 如果你用花旗银行买美股的话 一个5万港币的order City会charge你90滴0.9% 即贵汇丰成三倍 还有minimum commission 30美元 你想想要付0.9%的用金 用来买股票 在香港买楼的agent fee都是0.5%至1% 但agent是花很多时间 用来陪你看楼找楼的 你买股票是在网上按几个按钮 那就搞定 他都可以收你90滴 就算你一年trade很少 当你一卖一卖 两边加上1.8% 市场的回报on average是8% 即是你给了四分之一的profit 这家银行 当然市场下跌的时候 如果你买卖都是要付钱 agent不是踩低这两家银行 银行有他们的用处 例如借贷款信用卡 但是用他们用来买股票 就真的很不值 所以希望你看完这条影片之后 会有一个好点的选择 第一间介绍的是Charles Schwab 这间经纪行有50年历史 在美国上市的市值130billion美金 AUM有3trillion 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在2020年和2021年 都在Investor Business Daily的survey里面 被选为最好的证券行 在Charles Schwab开户口 是受到SIPC保障 SIPC是美国的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 是用来保障证券行的客人 如果证券行fail which是很少发生 但是如果发生的话 SIPC就会保障up to 50万美金 就是大概400万港币 这个是包括账户里面拿着的股票 和25万的现金 但期货和商品就不受到保护 还有如果你是炒洞了 所以输50万的话 它也不会cover你 Charles Schwab有分香港和国际 如果想离岸户口的话 就要用BNO用来开个国际户口 开账户的过程 比起待会介绍的first trade 我的经历就没那么顺利 填美国那张W8 form 来回都搞了几次 所以用了整个月才成功开户口 账户的minimum balance要25000美金 大概20万港币 你可以通过Charles Schwab买什么呢 主要都是美国的股票 ETF 债券 期货和期权 就是美国的东西 港股 加拿大股那些买不到的 佣金方面又怎么样 买美国股票和ETF都是0元 没错 是不用钱 是免费的 所以汇丰和花旗真的很落后 谁说这个世界没有free lunch 你可能在想 这公司怎么赚钱呢 就是靠放数 如果用户要借钱买股票 俗称抄margin 借钱的息口就会比较贵 一年要付700厘 比我们的mortgage和p loan更加贵 所以如果想借钱炒股票的话 我会宁愿在香港借了 那就给你一年两三厘 然后再放上Charles Schwab买股票 或者我硬一点会介绍 另一间证券行 它的margin rate就会比较低 接着介绍一下它有什么功能 它web browser的界面就是这样 这个功能挺适合打算收息的人 它租给你看今年你收多少息 股息和利息是什么月份会进来 例如这里它就estimate 今年我会收到8000元的dividend 再仔细一点 可以按下tableview 去看哪个月份有多少钱收 这只是估计而已 但是公司派的股息通常都挺stable 一年和一年的分别不会太大 如果想做研究的话 有一个research的tab 这里就可以读市场新闻 以及个别股票研究它的fundamental 以及看analyst给它的rating 他们和credit suites有一个collaboration Charles Schwab的账户是看到credit suites的research report 所以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一间公司的话 可以看这些报告 这个platform另一个功能就是screener 用来筛选股票 可以筛选byanalyst rating有什么recommendation 也可以用基本面的筛选 例如dividend yield 以及technical的criteria也有 要找ETF的话都很简单 按它的exchange traded product 就可以search ETF by category 还有一个挺正的功能 就是它的gain loss analyzer 用来分析赚同时多少钱 赢的机会率 很漂亮的display出来 所以当你review交易的时候 容易点visualize你哪里 或者在哪只股票上赚同时钱 接着就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 看自己做错了什么了 除了这个webbrowser界面之外 Charleswap还有一个trading software 叫StreetSmartEdge 这个software挺正确 比IB的好多 这个是他们介绍的影片 你看到颜色都挺缤纷 又有免费CNBC看 它有的功能跟webbrowser版差不多 但用它的software用来交易 就整件事pro一些 好 做个总结 overall Charleswap是一个好的选择 for不打算用margin买美股的人 它的minimum account balance 20万是贵了一点 但它有的功能很齐全 又不用付用金 很适合想买美股做长线投资的人 它又有400万的SIPC保障 还有户口是离岸的 所以睡得也安心一点 第二间review的证券行是firsttrade 这间历史是由1985年 现时是一间private公司 AUM有4billion 所以规模比Charleswap的3trillion是小很多 这间的selling point是简单 便宜 零佣金 零minimum balance 容易开户口 它也是离岸的 虽然它这么便宜 但它也有广东话的customer service 和Charleswap一样 firsttrade只是用来买美国东西 股票ETF option 债券 margin的利息也是7%左右 它的interface很简单 可能对一些入门投资者来说 没有那么恐怖 它也有些research 和看新闻的功能 overall它好像一间简单版的chart shop 最大的好处是开户口的时候 我的经验很顺利 interface是够一点 但这个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大部分时间 我都是用别的platform 用来研究股票的 例如tradingview和market smith 只要落盘时稳定就可以了 而且firsttrade 都是有sipc400万的保障 而且它也是离岸的 所以如果你有多过400万的资产 想着买股票的话 可以考虑分开一半是firsttrade 另一半真的是chart shop 那total就有800万的保障 今天最后介绍的一间是interactive brokers 简称IB 它也是一间美国上市公司 市值有30billion AUM70billion 它是一间做Electronic Trading 最成功的证券行 它platform有的功能 是好到可以给professional的投资者 以及对冲击金融 这些待会再介绍 首先说开户 IB就是今中有一个office 所以开户口的时候 有什么不明白可以打去问 minimum balance是1万美元 但如果不够10万美元的话 每个月会有10美元的minimum activity fee 就是不够10万美元的话 就每个月怎么都要给10美元 whether是through佣金 或者去差你10美元 IB和以上那两间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是一个香港的entity 没错 钱是留在香港 还有没有SIPC的保障 因为它不是美国的证券行 如果你住在外国的话 就可以和IB的其他entity开户口 如果不是离岸户口 你就不会考虑 那你最好的选择是刚才那两间 但是大家这么有缘 听了阿朱说IB有什么好处 刚才那两间的margin rate 不是7-8% IB只是1-2% 如果多钱的话 还少1% 变成用户会多一个投资策略 就是用一厘借钱回来 然后用margin 用来买高一些yield的股票 或者债券 吃它的yield的分别 IB也有一个功能叫做fractional share trading 例如Google现在一股是2000美元 如果一手的入场费是太贵的话 你可以买十分之一股 甚至一百分之一股 有了fractional share trading之后 就算你资金有限 也都做到分散投资 你IB拿着股票 又可以收到回报 就是经过它的stock loan program 就是你借股票出去 给人short sell short sell的人就要给你borrow fee IB就会和你一半一半喝份 IB还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有很多 但是我再说三个了 第一个就是可以环球投资 股票 债券 option future 外汇 可以access到33个国家 包括我们最多trade的 美国 香港 A股 加拿大 英国 澳洲 新加坡 日本 期货差不多什么都trade到 商品期货有黄金 银 有 粟米 猪 牛 木 豆 Bitcoin Ethereum 有股票的期指期货 S&P HSI Nasdaq 还有大把其他exchange 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给打算在外国买房 或者住的人 就是IB唱外汇是最划算的 之前影片我解释过 它的spread和汇丰那个是相差多远 汇丰港币唱美金 都收你20至40滴 IB的spread是0.00多 总之很低 所以如果你要把港币 转成英镑或者加币 用IB做就最划算了 最后我想分享的好处 就是它的platform是超过powerful 它有trading algorithm 就是落盘买卖股票的时候 除了limit order market order 你还可以吩咐它 全日慢慢地做 还有很多其他parameters 例如one cancel other 代表A的order成功的话 就会自动cancelB那边 也可以在市前和市后进行交易 还有大把其他功能 这些所有如果适用的话 都是很有用的用具 它有support API 所以如果你有个rule-based trading system 你可以变去做code 机械式交易 不用人手看着 好处就说了很多了 如果想听多一些IB的功能 可以看回我之前这条影片 IB有什么不好处呢 比较贵一点 每一个月至少它会收你10元的commission 虽然10元美感不是很多 你花旗汇丰一个transaction 已经十几三十元了 第二个不好处 它的界面可能没有那么user friendly 入门的投资者和trader 会觉得比较乱和复杂 因为它有太多选择 和chowswap的trading software比较 一个很像iPhone 所有东西都很干净 简单容易明白 另外一个就好像Android 多些功能 多些flexibility 但是东西乱 颜色又没有chowswap那么漂亮 不过不要紧 如果看到它的trading software害怕的话 可以用webbrowser的进行交易 IB也没有免费trading 买美股是收半仙一股 其实都很便宜的 但是就不是免费 最大的不好处就是 香港只可以和IB香港entity开户口 所以就没有了美国的SIPC保障 还有钱留在香港里面 好了 今天介绍了三间证券行 究竟哪一间是最好呢 我做了这个table出来 用来 summarize每一间的好和不好处 我觉得如果你是打算买美股 和你不是打算actively trade的话 Charles Schwab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所有basic的功能他都有 很适合简单和入门的投资者 但是如果你要求高一点 想用margin和炒不同市场 那就一定要选IB 因为只有他support这么多个市场 希望大家看完这条片之后 知道哪个证券行最适合你了 如果你有兴趣听阿猪说多些个人财务 或者想学技术分析用来做trading 和基本免负式用来做投资 那就join阿猪patreon 条link在下面 记住按个like才走 今天就这样 下次再见